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1月29日 今天要講一宗財經新聞 利用這宗財經新聞 去看美國社會 去看全球化 去看未來的世界將會如何走 話說美國有一隻股票叫GameStop 這隻股票顧名思義是做遊戲的 相當受新投資者 以及一些年輕人的追捧 結果它的股價 由之前的20元炒到40元 過幾星期前 有沽空機構 傳統著名的華爾街沽空機構 發表了報告 就說這隻股票根本不值40元 只是值20元而已 理論上如果沽空機構發表報告 一定對市場會造成影響 股價一定是應聲插水 而且 沽空機構發得報告 也應該有很多大行大戶跟從 從中沽這隻股票 這隻股票跌是理所當然的 但是 由於現在社會上 就離蠻著一股反精英的思潮 反精英的浪潮 所以很多新的投資者 很多網民 不再聽這些傳統沽空機構的說法 而他們自身的經驗告訴他們 這隻GameStop好玩 他們遊戲高質素 應該是長做長有的 結果這些網民就跟傳統華爾街精英集團作對 一起入股 炒起了這隻股票 結果由40元炒到昨天上升到360多元 升幅非常厲害 而這個升浪必然會造成傳統華爾街精英 他們選手爛腳了 因為他們一定有很多人沽空了這隻股票 買它會跌 但是結果還會升了這麼多 中間夾死了很多倉 不但如此 那些網民 還對這些傳統的精英 沽空機構、評級機構 投資證券行、分析員 還大肆抨擊 這個沽空機構的負責人也說 他說他受到網絡部門的攻擊 從此不再討論這隻股票 當然這宗新聞還爆出一些資折 譬如說有客戶投訴 有些大行不讓他購買這隻股票 現在已經入品訴訟了 佩洛西還議院議長 還說拜登政府應該要調查這件事情 背後有什麼原因 簡而言之 這件事情就是一些網絡的勢力 他們集體一起去顛覆 傳統華爾街所壟斷的金融市場的話語權 其實早在三個星期前 我已經在YouTube裡面 導讀過一本新書 這本新書 就是哈佛大學 Michael Sandel 明星級哲學學者所著的一本新書 這本新書就叫做《精英暴政》 他描述過去幾十年 新自由主義華爾街的精英全球化 就造成了美國社會的撕裂了 因為在全球化的過程裡面 得益得最深的 除了大商家、大財團之外 當然是讀書越多的人 精英階層 簡單來說 Michael Sandel他自己本人 也是全球化最大的得益者 以前在美國大學最出名的教授 譬如說Samuel Huntington Edwin Saïe 他們的影響力離不開 都是在書本上而已 尤其是在英語的世界 但是由於全球化 譬如說YouTube 能夠推廣到他的學術分析到全球 Ted Talk也是 結果讓印度、中國、俄羅斯、拉丁、美洲的人 都能夠學到他的知識 他的書是大賣的 是買數以千萬計本的 而他本人獲得的版稅 自然比起以前傳統的舊式學者 是多無數倍的 他自己本人也是全球化得益者 其實你和我很大程度上都是全球化得益者 我自己本人也一定是 但是在美國 尤其是一些比較內陸的州份 或者一些傳統的南部州份 他們的農民 他們的技術工人 對全球化來說 並沒有大的得益 不但沒有大的得益 甚至乎可能他的工作職位 因此他們自己覺得 就會受到全球化的打擊而變成失業 所以這就造成了美國社會的撕裂 而加上 以前的世代就是精英階層才能夠上到主流媒體 華盛頓日報 華盛頓郵報 彭博 時代雜誌 當然是訪問大名的學者 訪問大名的華爾街集團的研究員 他就造成了精英階層的壟斷 他們也是來自長春藤大學的畢業生 就代表知識越高的人 越有發言的地位 但是隨著時代的改變 譬如說YouTube、社交媒體的興起 就導致很多庶民 有發表言論的聲音 Twitter他們 大家都是利用這些社交媒體 去不斷表達他們自己的意見 而他們自己的意見 也受到他們同溫層的人越來越多關注 能夠聚成一體 所以他們這些在全球化下沒有很大利益的人 就能夠團結一致了 造成了過去所謂的川普現象的興起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而今次GameStop事件 以及川普現象也有一定的關係在裡面 川普現象裡面其中一點就是反精英 反主流媒體 譬如說 醫學的精英就告訴你要戴口罩 但是他們很多人 他們的生活經驗說 我不戴口罩去集會 也沒事 所以他們裡面有很多人提張不需要戴口罩 當是感冒而已 傳統的精英 科學家就告訴你 這個世界是有全球暖化的 然後他們就會說 全球暖化是你們想出來的 科學界也沒有定論 甚至乎有人說 可能現在是過了小冰河時期 變成暖期而已 所以跟所謂溫室排放 全球暖化沒有必然的關係 所以有一批人就會主張 繼續探排放 不要影響經濟 繼續去過我們現在的生活 不需要聽這些科學家的說法 甚至乎主張退出巴黎協議 簡單來說這些反精英文化 在社會上每一個領域都出現 甚至乎以前 YouTube、Google、Facebook 這些都是一種打破傳統精英階層壟斷的 一種有效的社交工具 因為以前一定要上BBC、CNN、Fox 才能夠表達你的意見 現在這些新興的社交媒體都能夠做到 但是隨著他們社交媒體的座大 大家又會覺得他們變成邪惡 他們開始做言論的審查 開始控制演算法 開始利用黃標的政策 去打擊不同的聲音 所以接下來的趨勢又會繼續反精英 當Facebook、Google、YouTube 這些都變成了精英的時期 我們又會用新的工具去反對這些舊傳統的勢力 而區塊鏈的興起就是新的工具媒介 區塊鏈跟Facebook、YouTube完全不同 YouTube、Facebook其實都是有一個中央的 演算法、人工智能就是它的中央 一旦有了中央的話 中央就能夠有權力去操生殺大權 中央就有權力去審查言論 押殺言論自由和多元性 所以現在就興起了區塊鏈的技術 區塊鏈最初是大部分人是用來炒Bitcoin的 但是現在發覺區塊鏈還可以有言論自由的發揮 就是有一些平台 將我們的影片放上去之後 還用區塊鏈的技術 收藏在網絡上的不同角落 除了創作者之外 沒有人能夠審查這段影片 沒有人能夠刪除這段影片 對於保存社會多元性 抵抗霸權文化 抵抗所謂精英暴政 其實有一定的作用 它跟Bitcoin的出現 其實背後是同一種道理 Bitcoin的出現就是 就是去中央化 去威權化 就是用我們民間的權力 去對抗所謂精英的霸權 這件事情又跟所謂GameStop事件 也有一定的關聯性在裡面 而這種理論的背後 其實就是我之前介紹過很多次的海耶克理論 海耶克理論其中有一點 就是提到貨幣要去國家化 只要國家一天操控貨幣 所以操控了我們的自由 操控了我們的民主 如果國家無法操控貨幣的話 民主和自由自然是歸於人民 同樣道理 如果國家或者大的媒體操控了言論的話 它就操控了我們的生殺大權 如果言論在我們人民自己手上的話 不到他們說改歷史書就改歷史書 但當然它也有很多副作用 比如說Bitcoin最早期被人吸毒、販毒、買槍 以及綁架勒索都用Bitcoin 結果警察無從追查 而同樣道理這些言論自由 如果毫無刪除的話 可能一些色情、暴力、戀童、毒品等等的資訊 就會廣泛流傳 所謂針必然沒有兩頭利 這次網民炒起了這隻股票GameStop 升上300多元 的確是打了華爾街精英的一巴掌 但問題是這隻股票是不是真的值300多元? 如果300多元的人入貨的時候 這隻股票守不住的話 當然也會有很多人選手爛腳 但當然 重點不在於此 重點在於以前 只有大財團 鼓壇大鱷 才可以搭個樁 起個棚出來炒股 但是現在 這件事件告訴大家 一般的網民 一般的老百姓 只要眾志成城的話 只要在資訊的流通 廣泛流通的情況下 就要炒起哪隻股票 就炒起哪隻股票 這件事跟之前黎智英被捕 而一周康這隻股票 一集團一傳媒這隻股票 就是瘋狂炒起 也有異曲同工之妙在裡面 雖然不可能一下子推到傳統的華爾街精英 但是 羞辱他們 刮他們兩巴掌 很多網民都覺得是大快人心的 這段影片簡短分析到這裡 希望大家支持 Like、Subscribe、Share OK 今天講到這裡 支持我的收費平台Patreon裡面 有參考資料 文字摘要 以及會有一些聲音檔無廣告的分析 拜拜